基本口诀是,15分钟看强势,30分钟看调整,60分钟是底线。 通俗的说就是,制作大盘上升趋势中的股票的主身段。 十年中给我的最大启示就是,要永远顺着大盘趋势去做股票, 其胜算才最大,在正确地判断了大盘趋势终极拐点的情况下, 去正确地选择主流资金所操作的股票, 做股票的最高境界是扑捉到趋势向上的股票, 而且在第一启动时间介入。 不怪华尔街的大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必须有十年以上的经历, 而且还没有被市场所消灭过去对这句话不屑而故, 以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不至于要花十年的功夫才行。 其实我很少依据指标公式来做股票, 主要是判断大盘趋势的终极反转点, 和股票移动平均线的排列方式的转换点。 一只股票的均线从空头排列转向多头排列的那一刹那间, 会给你对未来盈利的无限遐想。 既多年之经验,任何主力都不会和趋势对抗, 而任何有准备的主力也绝不会放弃当多头趋势来临时的强烈的做大波的意识, 这就是你能紧跟趋势赚大钱的根本所在, 关键在于你要有耐心去等待。 去发现趋势转换的那一个点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周线的判断更具有实战意义, 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指标KDJ来判断大盘的趋势终极拐点区间,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最简单的也是最实用的, 月、周、日KDJ的J值三线同时到底, 那一天就是趋势终极反转点, 大盘拐点判断完毕, 第二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选择股票,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看股票的运行规律, 更多的会看到是一种用金钱来做的一幅艺术品化。 做股票抓黑马不看基本面简直是瞎子摸像, 一只股票开始走出黑马形态, 而你却不知道主力为什么相中了它, 市场什么是炒作的重点板块, 为什么这些板块有那么主流资金入住, 岂不遗憾。 所以基本面太重要了。 股市里可没有什么方法是唯一的, 所以说, 每次行情的特点都不一样, 并不是全由基本面所决定。 因此不存在任何唯一的方法而真正唯一的就是你要在每次行情中去发现主流资金所在, 并紧跟主流资金去炒作。 其实说透了就是买股票的过程就是寻找主流资金的过程。 当股票越来越多时, 你的水平想提高的话, 就应该紧盯住那少数的大牛股去做, 所以在这个市场中, 除了基本面以外, 还有更实际的东西, 主力也在有计划有步骤的去炒作, 而非全部是价值投资。 从周线的各种指标理性分析未来大盘的趋势, 任何主力都不会和趋势对抗, 而任何有准备的主力也绝不会放弃当多头趋势来临时的强烈的做大波的意识, 这就是你能紧跟趋势赚大钱的根本所在。 做股票其实是, 四合, 合买, 合股, 合卖, 合空。 合买和时买, 此时一定会有一大批股票从技术上看, 具备了均线多头发散的条件, 当然此时此刻就是最佳进场时机。 合股合股这就是功夫了我在此贴里两次强调了一句话, 买股票就是选主力, 而绝不能依据自己的喜好买股票。 就这一句话也是俺经历了无数失败才铭记在心的。 合卖和时卖和空和时空仓就是指现在。 炒股要抓头选股片, 前提, 跟上主力炒作的板块, 成长期的股票潜力最大, 成熟期的股票赚钱最快。 买入偏一, 要永远在启动的第一天买进, 这是个原则先学会买, 再学买。 会买可以保证不赔, 会卖才属于专业理财一只股票的最佳买点, 只有一天其他点都是追涨, 但就这一天, 的天天盯着看才行。 看盘大半年, 就找这一点, 一键而封喉这就是炒股的特点, 炒股讲的就是一键封喉的功夫。 二, 日线趋势为行程上升趋势前不要用分时来操作。 专业买点是60分钟KDJ顿话的尾部就买。 60分的KDJ也等金叉就晚了, 因为经验告诉你, 不久的将来肯定金叉, 而金叉的来临, 价位往往已经涨了5%了, 这是脱离了普通投资者, 这就是预测, 要有点超前思维。 上升趋势中, 买点很容易判断, 而卖点难判断下跌趋势中, 卖点容易判断, 而买点难判断, 这些都是依据移动平均线而说的。 上升趋势中的买点无一例外的会落到某条向上发散的均线上即容易判断, 而下跌趋势中的卖点基本上会在向下发散的某条, 均线处产生。 波段卖和手仓之说一, 做波段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有些股票主力拉伸的方法不一样, 因此很难判断正确的高点。 看分时图关键就是解读主力的一个波段是否结束。 看30分钟图, KDJ高位90短线抛出, KDJ到底立即接回来。 2, 长线股票也要分时操作15分钟看强势, 30分钟看洗盘, 60分钟是底线。 底线不保币有深调底线处往往是发生墙反弹的地方。 底线的概念是均线支持和指标同时起作用指标有一个囤化的过程, 而60分时线要走出多头则要有三天的时间均线。 逃顶, 抄底偏一, 三线到底, 月J值为0.58, 周J值长期底部顿化。 日, 周, 月的KDJ指标, 其中J值同时到底时, 是即将中线转势的信号可以折股满仓。 2, 三线到顶, 月J值创新高中, 周J值已经连续高位顿化五周, 日, 周, 月的KDJ指标, 其中J值同时到顶时, 也是即将中线转势的信号, 可以分批减仓。 价压转价托图形特征, 1, 当三条均线形成价压后, 股价并未下跌, 而是粘合在三均线之下运行, 呈有金无显状。 2, 股价缓慢地爬上三条均线, 并且在震荡一段时期后开始缓慢上升冲过前头部。 3, 此时会形成一个价托, 4, 由价压转化为价托, 其中需要经过一个麻花节, 一般股价是在这里重新爬上三条均线的。 市场意义, 1, 遇到强装在收集筹码完毕后, 会出现一个震荡洗筹的过程。 2, 如果该股题材特别好或庄家实力特别强大, 该股的回挡幅度会很小或呈横向盘整。 3, 经过长期的横向震荡后, 以时间换空间, 重新叙事获得上升空间。 操作方法, 1, 当三条均线形成价压后, 表示股价停止上升。 此时硬做卖出因为在价压下绝大多数个股会有一段下跌行情, 只有极少数个股才会压转托。 在情况不明时, 先做卖出是明智的。 2, 如果股价重新回到三条均线之上, 则硬加强对该股的观察, 并随时准备介入。 3, 如果股价开始冲过前一头部, 此时不管是否有成交量的支持, 都应该及时介入。 特别当冲过前头部三天后股价并无回落时, 更硬加码买进。 4, 此时可执行, 轻松过头的操作方法。 5, 当初限价托时可认为前期架压已被瓦解, 当价格冲过前方架压时可将原价压也作为支撑带处理。 由压转托两个三角形共同形成的辐射带, 具有支持股价上行的作用。 短长结合的均线系统图形特征。 1, 5日均线和10日均线组成短线系统。 2, 60日均线确认长线趋势市场意义。 1, 5日, 10日均线显示股价短期趋势。 随着股价小幅度波动, 5日, 10日均线会不断地产生黄金交叉或死亡交叉。 其中有个别黄金交叉具有底部意义, 个别死亡交叉具有顶部意义。 而大量的交叉只能是股价变化的中途状态为了找出其中有底部意义的那个黄金交叉或者有顶部意义的那个死亡交叉, 需要引进代表中长期趋势的60日均线。 2, 代表中长期趋势的60日均线变化缓慢, 单独使用时很难敏感地捕捉骨架的底部和头部。 3, 当5日, 10日均线黄金交叉向上时, 代表10日内平均买入的人已有盈利, 这样可以吸引短线客入市。 如果此时60日平均线在该黄金交叉之下, 代表此时60日平均买入的人各有盈利, 此时可吸引中, 长线客入市, 这样对股价有助涨作用, 反之有助跌作用。 操作方法, 1, 5日价格平均线为一周价格平均线, 能灵敏地反映股价短线波动趋势, 适合短线操作。 2, 10日价格平均线为两周价格平均线, 能较灵敏地反映中短线股价波动趋势, 适合中短线操作。 3, 60日价格平均线为一季价格平均线, 能稳定地反映股价长线波动趋势, 适合长线操作。 4, 为了兼顾5日, 10日短期价格均线的敏感性和60日长期价格均线的稳定性, 将它们结合成短、长结合的均线系统。 5, 5日, 10日均线的方向经差向上, 此时如果60日均线也能方向向上, 则助长。